把这两个膜,把这个膜装上去 这里有个螺丝锁的,就是套住它的 到这两边的距离 两边的距离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是可以调的嘛 装好了,这个膜是 膜是朝下面 膜朝下面 膜朝下面的第一根杆 这根杆放在它下面 膜放到这条杆的下面 再打开这个 往这一扭来 一扭 张开了 张开 膜往这条缝这里穿 经过这条杆穿过来 穿过来 这里啊 到这条过渡足 再到第二条过渡足 再要过来 从这里要过来 经过这个抖了 拉过来 首先这个推板要往上的就是你按了按了这个极田呢 它是极田 极田装的下 你按了这个极田它就会升起来 来,你看,把这个 把这个张开 这个 来 把它张开 把膜穿进来 穿到这个缝里面来 把它拉下来 放松 放松 把它放松来 放松让它全部压紧了 拉顶动 拉 压紧在那里 再把这个走 放下来 这个走放下来 压棍 这个压棍一定要放下来 就搞顶动 这样穿的时候 被穿好了 要用手 把它拉一拉 用手拉一拉 这样拉好了 它要是高低不便宜的时候 我们就调这里 来 调进 调出 这个是调它的中心 这个 然后让它顶动 顶动 顶动过去 看它的膜走的时候 平不平衡 再酸切 酸下去 它就切断了 就可以开机了